最近我全部要了 真的 你进去扣包鞋就行了 陈亚南疑似要再次复出 买瓜老太菜摊 立善良人设 没想到却被人爆出前后摆拍三次 近日 陈亚南将账号视频全部清空 三月份几乎发布的全部都是美食 视频疑似想要转型再次复出 却被不少网友吐槽 其实想要立先期人设 而近期更是发布了一则清空菜单视频 引发网友群嘲 视频中陈亚南配文称 自己看到一个老太顶着寒风卖菜于心不忍 便将摊上的菜全部买了下来 自己只是希望老太太能早点回家 不过网友们似乎对她的善良人设并不满账 更是由网友爆料 自己看到陈亚南拍视频的全过程 全程都是陈亚南自挡自演 第一次拍摄摄影时不小心入镜 第二次则是给钱的时候没有拍好 当时呢 前前后后摆拍了三遍才顺利完成 这一下也是让不少网友直呼 暴露太深 为了付出直播带货也太拼了 什么招数都想得出来 还有网友调侃 这演技实在太拙劣 老太听到把菜全部包起来的时候 一点惊讶迟疑的感觉都没有 拿起袋子就装了起来 更是直呼这样卖善良人涉态老套 这么爱做慈善怎么不尽他发挥 以前的护士特长去帮帮现在身处疫情的人呢 哪怕做个志愿者都行 不过毕竟做护士哪有做网红轻松来钱快呢 陈亚南这笔账算的也是很精了 而且这样的套路也不是他第一次用了 此前陈亚南在发布公司库存盘点时 就无意间透露自己正在和一个残疾人团队合作 想要帮助他们带货赚钱 一下子直播带货就变成了作善事 不过网友还是把他看穿 残疾人团队也是不背锅 直接站出来公开否认与陈亚南有合作 毕竟当时陈亚南的口碑下滑太严重 要是受到牵连 货都卖不出去 但陈亚南与大姨跟儿子临婚后的语言中 几乎想尽了所有办法 想要再次当上网红 哪怕评论区中却是网友的嘲讽和谩骂 他也没有放弃挣扎 毕竟直播带货一场的收入就底的上单户是十几年 当初沈亚南离婚后 控诉大一个不帮自己找工作 自己才逼得不得已 走上直播带货的道路 表面上是将直播带货 说成被逼无奈 实则却是靠着大一个儿席的名号才红起来的 因此不少网友认为陈亚南为了顺利捞金 对自己的公婆和丈夫都不能啊 讲一点的情谊 不太产生怜悯之心的 还不都是为了赚钱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